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机器 我一个意念波动 把所有这个波动都集中向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这个力量很大了 阿弥陀佛能收到了 他的能量那不可思议 他的能量是自信圆满的发挥 我们的能量 可以说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烦恼习气障碍了 他发不出去 我们真正能跟祝福菩萨起作用的时候 这个能量很少 但是佛的能量很大 我们能量立刻周边发现 他就说道 这就是有感 众生有感 他立刻就有感 我们深深在念阿弥陀佛 深深都有感 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一念佛 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 阿弥陀佛的回应 回应 有 我们这个身体 是发射的机器 也是接受的机器 我们因为接受 有 为什么没有感觉 烦恼吸气它中 如果我们的心 真诚清净平等 阿弥陀佛 回应的我们 我们就感觉到 往生论 趁极乐世界 三种状言 前面说过 佛菩萨过土 戏论 则有 二十九种状言 这二十九种 往生论 联文里头有 这二十九种 就是这三种 开出来的 归拿起来 就是三种 文法不隐了 看往生论 就知道了 本经约 一向专制 庄严妙图 这一句话 是说 阿弥陀佛 在因地修行 他确实 我们讲 越行越义 一向就是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建造 极乐世界 也就是 建造 这个修学的场所 为什么建造呢 帮助 有缘众生 早一天 成福 早一天成九 这是法 无上菩提心 帮助 变法界 虚空界的 有缘人 什么是有缘人 能信 能解 能法愿 能行 这就是跟 阿弥陀佛 有缘 在一生当中 时间长短 这个人 阿弥陀佛 一定接引他 一定欢迎他 一个多了 有初学的人 怀疑 早年我们在台中 跟李老师 学的时候 有同学的怀疑 是往世界人 太多了 那阿弥陀佛 能搞得清楚吗 那万一把我忘掉 怎么办 你说阿弥陀佛 会不会忘记 现在我们知道 不会忘记 为什么 我们念头才一动 这里就像 电台一样 我们电波 划算过去 他就收到了 那怎么会错得了呢 就跟电脑一样 对吗 我们在还原观上 你看念的那个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心的念头 还有我们物质 物质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这个肉体 也有波动 这个肉体细胞 每一个细胞 它都在动 这个波动 它跟我们的意念 是一致的 我们的意念 也先专注极乐世界 全身的细胞 都专注 每一个细胞 细胞还讲得大了 那现在科学讲什么 小光子 就是量子 我们佛法里面讲 微臣 每一列微臣 你看那个 米勒菩萨 讲得很清楚 念念成形 那个形 就是微臣 形结有实 每一列微臣里面 都有受详心的实 所以这些波动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是很大的机器 我一个意念波动 把所有这个波动 都集中向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这个力量很大了 阿弥陀佛能收到了 它的能量 那不可思议 它的能量 是自信 圆满的发挥 我们的能量 可以说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烦恼吸气障碍了 它发不出去 我们真正能跟祝福菩萨 起作用的时候 这个能量很少 但是佛的能量很大 我们能量 立刻周边发挥 他就说 这就是有感 众生有感 他立刻就有 我们深深 在尼亚阿弥陀佛 深深都有感 所以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 阿弥陀佛的回应 回应有 我们这个身体 是发射的机器 也是接受的机器 我们有没有接受 有 为什么没有感觉 烦恼吸气它中 如果我们的心 真诚清净平等 阿弥陀佛 回应着我们 我们就感觉到 感应道教 不合思议 我们什么时候 命中的时候 他知道 他到那个时候 他就出现 你就看到了 他来接应你 就证明 他在经上讲的话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没有骗我们 他说 摄放念佛人 灵命中事 真正是念他 求愿 往生 极乐世界 他都来接应 他的接应 化身 那个化身 无量 无边 无境 无数 所以摄放世界 一个人 都不会漏掉 电脑计算机 也跟阿弥陀佛 被差太远了 没法子比 我们现在对电脑 都承认 都相信 你怎么不承认 自信的信德 所以不能怀疑 真正怀疑的时候 怀疑他真干 像打赌一样 我就这么干 看能不能往生 我就占他便宜 不能往生就算了 这样态度 真的佛也来接应 他也来往生 也来往生 生边地 所以极乐世界 还有个边地 那边地就是 就是这种心态 去往生 他还是去往生 但是他也在边地 住五百年 五百年是我们 人间的五百年 人间五百年 在极乐世界 这几天 所以这是这样 我们跟他有时差 所以他就耽误了这么一点 这五百年 他不能见福 但是他在边地里面 能够听闻到佛法 能够这个 也很快乐 像在这个夜摩天一样 像天人那种快乐 就是不能到那里去见到佛 由此可知 下下平往生 到极乐世界 都见福 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要学阿弥陀佛 怎么学他呢 一向专制 庄严妙度 我们在现前 要专注 要一心 不要想别的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庄严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用阿弥陀佛的名号 名号里面含着 无量的智慧功德 这个智慧功德 叫庄严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 种种庄严里头 有我一分子里头 这个很重要吧 我们庄严这个道场 将来我们自己去 在这个世界呢 怎么什么都在放下了 跟这个世界界限 在这个世界 庄严这个世界 但是 我们只庄严 让这个世间人去受用 我们不受用 像释迦牟陀佛一样 供养大众 我们庄严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 我们会有受用 你一念夜生佛号 等于说 在西方极乐世界 贴了一块进步 你念念身 就贴了两块进步 像贴经一样 真搞清楚 搞明白 你就会真干 装饮重心 行 是我们日常生活行为 日常生活行为 无不诚心 那怎么样就不诚心 你用妄想分别 执着的心就不诚心 我们日常生活 工作 厨师待人节目 只要真正能做到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力 能做到 不分别 不执着 就呈现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力 就完全呈现 圆满的呈现 那个我们不容易做到 我们能做到一半 这个一半的时候呢 就是 不分别 不执着 跟大众在一起 不要常常想到 更活 因为你用我 你就有分别执着 你就被烦恼转了 跟一切人相处 要说说 无骨 无隔 他是一体 无隔 众生 是一体 无隔 花草 树木 山火 大地 是一体 没有分别 这个好啊 这常常容易 这真正会 时间就忘了 我直破了 我直一破 深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是在 同居途了 上身 到方便 有余途去了 大幅度的提升 那要不起心 不动念 那你是 实报状元徒 那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 所以这些事情 在我们现前 日常生活当中 除时待人介乎 可以学习 那问题 你的慧 这庄严重心 哟 我已成就 庄严佛图 清净之心 这是佛在经常说的 庄严 能庄严的 是菩提心 真发心 那就是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在什么地方起作用的 在生活里头起作用 穿衣吃饭上起作用 在家里面 做家事起作用 扫地 擦桌子 都起作用 在你工作上 起作用 厨师在人间 忽媚一样 不起作用 真诚心 真诚心 不是虚伪的 清净心 没有染污 平等心 没有 共高 无慢 证据心 没有迷惑 慈悲心 就是爱心 没有自私之力 通用上了 这是能庄严 我们用这个心 念这句佛号 念自在自 我们真的 庄严了 现前的环境 也庄严了 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如是功德 庄严不可思议 社防世界 每一天 多少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去 我们要把 贪嗔痴慢疑 统统放下 一心专注 对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不要怀疑 不要去打妄想 极乐世界 设防世界 每一天去的人 有多少 太多了 数不清 那极乐世界 不是就爆炸了 你会想 那像我们地球一样 现在是60 70亿人 不得了 太多了 那再来70亿人 还得了吗 你要用这种心态 常常就怀疑 你去不了了 为什么 你一定要想得 你才能断一身心 极乐世界 是法信徒 我们这个世界 是法象徒 体质不一样 法象有信 法信无信 法象有大小 法信没大小 华严经常讲得很清楚 这个经常讲得很清楚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给疑问 才会断掉 否则的话 总是胡思乱想 把极乐世界 想成跟我们这一样的 那这毛病都来了 完全不一样 信德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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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 我想你